哈啰,大家现在经常讲两岸很紧张, 我这类怪人经常透过表面来看背后, 要掌握很多背后的东西,不是我叻, 又是我八卦,我得出的结论, 最近有些迹象可以告诉大家, 两岸的所谓战争危机不是那麽严重, 甚至上是慢慢慢慢有缓解的迹象, 我所指缓解的迹象并不是大陆不对台湾施加压力, 大家搞清楚,因为有不同的程度, 这个跨度很大,我只不过得出了个结论, 大家不用那麽紧张, 大家都说最近大陆忽然间单方面 即是禁止台湾的鱼,其他产品, 以至台湾经常去大陆那些啤酒, 它说你没有中国台北, 你的名字连包装都没有,禁止你去, 这些就是制裁台湾经济的措施, 为何你说两岸不紧张等等, 大家听下静音的分析,我正因为看到这个现象, 我才再归纳其他现象, 我才得出个结论台海是会保持这个表面张力的紧张, 以至表现在经济围堵等等, 但是那个军事上面的压力, 圈内人都会觉得暂时不会太紧张的。 好了,大家为何会得出这些结论呢? 我经常讲,两岸关係其实是重属于中美关係, 大家看中美最近有两个迹象是注意, 最得限度是暂时大家你吃不到我, 我吃不到你的情况之下,大家要休息一下。 所以最近两个美国的高官就去大陆了, 包括美国的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这个就是助理国务卿那一级。 另外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主任, 罗森伯格,这个是专门负责中国事务的。 两个就去北京,公开讲的, 就是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明年年初访问大陆做准备, 而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习近平和拜登, 最近这个峰会里面讲了的东西,然后做延续。 但是大家必须要看清楚, 那两个美国高官现在是怎样呢? 那两个美国高官现在是不单止来中国的, 记住是中日韩三个国家的, 中国的宣传,现在你来为布林肯做准备功夫。 所以都是美国来主动, 中国是应约的,这是宣传口径, 但是美国这次不单止是中国。 好了,这一个态势再加上其他的现象,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信号很清楚, 美国现在在台湾问题上是两个讯号, 实际上归纳为一个讯号, 所谓两个讯号就是第一, 如果大陆那方面对台湾有什麽实质的军事威胁, 我所指的,这个实质有具体激烈的行动, 以至长期的行动,以至突发的行动, 这些是具体的。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讲得很白, 以至直接跟北京讲, 以至跟各种的渠道讲, 如果北京去动台湾的实质安全的话, 美国一定会帮忙。 大家之前的判断, 包括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包括普京,他都估美国不会帮忙。 但是现在这次的各种迹象, 就是美国一定会帮忙。 用什麽的形式呢? 不知道,也不告诉你。 拜登已经有四次讲了, 如果北京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美国一定会帮台湾。 讲了四次,大家觉得他表示姿态而已。 但是现在种种迹象显示出来, 美国不会出兵去帮台湾, 这个我又会很肯定。 但是美国会不会用支持乌克兰那种方法, 你支持台湾,最近一个是100亿美元的军售了, 你大陆怎样反对他照卖? 美国双重目的, 一个是达致保护美国在两岸问题上的主动性, 以及美国利益, 第二是赚钱嘛,当然是。 大家记住, 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是贵的, 不是优惠的。 它虽然是有另外一笔说是怎样研发帮台湾, 但是你拉运来说仍然赚台湾很多钱的。 好了,这一点除了授帽之外, 美国最近又有一些外围消息, 外围消息是怎样呢? 大家看看台积电是否在美国有新的生产线, 拜登直接去,很高调。 大家说商业而已,商业而已。 但是与此同时透露出来的讯息, 大家要注意了,是什麽呢? 就是台积电在台湾的生产线, 一部份在美国扩张,不要说搬过去, 另外有一部份是转移南韩的。 因为问题是美国给多少技术台积电生产, 台积电是大量最主要的, 是直接欧洲很多的晶片都是台积电制, 但是技术层面最核心的那个仍然在美国本土做的, 大家记住,不要以为美国全亚洲,因为它便宜, 还有你销售去亚洲地区, 全世界台积电,台湾,南韩, 是两个全世界最大晶片的制造国家和地区。 是吧?所以你看看这个, 这个完全是美国的战略。 最近有一个消息,大家很少留意, 我们的衰人就周围挖, 就發觉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打仗, 那些导弹飞来飞去, 即使在乌克兰的境内, 即使被俄罗斯佔领了, 都要打那些俄罗斯基地, 是吧?俄罗斯就发现了, 尤其是在俄罗斯境内有一些军事机场等等, 乌克兰的导弹去, 但是大家知道乌克兰的导弹, 其实是美国帮手的,是吧? 乌克兰本身也有一定的军事工业的基础, 所以后来发觉这些乌克兰的导弹爆了, 再查一下裡面,原来有160多种不同的晶片, 不同的晶片是台湾製造的, 只是製造,不是研发的,记住。 换句话说,美国它整个世界的军工厂, 它裡面是将不同地方生产加链物, 不要说美,战争的东西不是美的了, 就是将它拿回去, 然后装嵌核心的那个就是美国, 所以从这个经济利益上, 如果台湾失去现在的利用价值, 就是伤害美国利益,是吧? 所以去到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不是简单的一个, 我打不打,解不解放台湾的问题,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等等, 这一个其实是已经美国很深远的利益, 以及全球利益是与两岸关係挂钩, 你说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来讲,即使大陆武器精良很快去, 现在大陆经常,我三天可以搞定台湾了, 搞定即是怎样,避兵布林射导弹而已, 但是你登陆战那些,大家看看今次, 俄罗斯、普京原本是计错了, 它以为快速一两个月裡面解决古克兰, 接着美国是不会帮手的, 欧盟是不会帮手的, 这个就是普京最初的时候的判断, 结果不是,原来美国既然是这样, 你又不可以一下子解决, 一个月之后的态势已经不同了, 美国既然是这样, 我又不妨跟你普京玩玩, 接着乌克兰是试验美国新导弹, 又不是导弹,新晶片, 新晶片,你在全世界我就在那裡试, 其实是一个试验场,所以这些形势, 美国透过拜登也好,布林肯也好其他, 已经跟大陆讲得很清楚, 如果这个不是你统不统一的问题, 你统一,他觉得不伤害美国利益, 他就不理你,但一伤害美国利益, 这个其实是一个利害关系的问题。 好了,第二件事,最近大家有没有留意金融战? 又有,长期在打的, 但是大家经常要注意新动态。 这个不是大陆的消息, 是美国特意放出来的消息, 大家又不要单单看香港,大家看阔一点。 最近有个消息是讲什麽呢?就是不知谁放出来, 或者不知谁记者那麽聂, 就找到一些资料,原来中美双方各自的公司, 尤其是包括大的公司,包括金融公司, 裡面是互相渗透的。 所谓互相渗透就是美国的大企业, 裡面不少中国股份, 中国某些方面有股份在裡面, 无论是国企、民企、军企,以至皇亲国姓, 有股份在裡面, 只不过有时股份不是大股, 或者不是控股,绝对不会被你控股。 反过来,在中国一些非国有企业, 我形容为非国有企业, 即是非国有企业有很多种,大家记住, 以及以不同的形态出现的。 原来很多中国的非国有企业裡面, 又有很多外国,包括美国公司的股份。 你这一件事,即是说, 如果一玩起金融战来讲, 都不是单单汇率, 人民币是否国际化的问题, 它只需要在这些公司架构裡面玩一玩玩, 虽然美国都没有好处, 但是更伤是大陆的既得利益者, 人家是这样计算的。 现在大家互相的判断是怎样? 就是你又吃我不倒,我又吃你不倒。 大家现在最准确的判断, 最准确的,也不会引起进一步军事冲突的, 最重要的准确就是, 如果双方都估,我先守住自己的阵地, 然后我等你慢慢借, 不要直接碰撞,因为直接碰撞对双方没有好处, 如果我在这里守住,我自己慢慢慢慢提升强, 然后你借的,那我就赢了。 如果双方都是这样盘算, 那个局势就会慢慢慢慢稳定了。 如果双方的盘算就是说,不是啊, 我现在走着下坡, 人家在上去, 如果人家在上去,我走着的时候, 两者的实力越来越拉近的时候, 判断就不同了, 判断一定是说,我化肥脆脆搞定你先, 不要让你先追到上来,是吧? 这个很简单的力量对比, 好了,现在很好,种种迹象显示, 中美两国都估计, 我找得住,我会慢慢上升,虽然辛苦些, 但是你是借的。中国的判断是怎样呢? 中国的判断就说,你看,欧美之间很多利益冲突了, 是吧? 跟着,习近平最近去中东, 又出席海湾地区会议, 又出席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第一次了。 他其实在叫美国长脚, 看见美国与中东国家沙特关係不好, 美国自己本身有燃油, 我就开发,我不倚靠那麽多, 中国就成为了沙特的第一个石油大买家, 是吧?而且还说不断提升那个双边贸易比例, 会提升到4300亿美金,4300亿美金不是单一个国家, 是整个地区,但是4300亿美金的外贸是一个什麽概念呢? 是一个已经是接近中美贸易的总数的概念了, 中美贸易去年是七百五千亿双边的贸易, 即是提升到超过一半, 是吧?即是中国和阿拉伯这个地区等等。 而刚好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美国, 又有一个平时大家不留意的, 即是我们看一看一看到它,咦?那麽有趣的,是怎样? 它去波士顿,你又是周围走的了, 但是它去波士顿去看港口, 跟着就發表一个讲话, 就是说中美贸易是现在双边之中最重要的双边贸易之一, 中国的投资或企业在美国每年创造260万个就业机会, 种种的迹象就是显示中美双方都知道, 或者自己的策略就说, 我不断强大自己先,然后我让你借, 美国的盘算就是说, 你中国现在第一,经济下滑, 继续下滑,烂的,这是美国的角度, 第二,你的民怨, 我迟些我会讲疫情,又不断不要以为放开放松, 第三,就是这个中国自己本身的军方, 其实它是最清楚打不打得的, 你跟美国,其实不是这样, 你透过两岸的战争, 其实是跟美国的武器, 美国是在试着研发的武器而已, 其实中国军方再加上我刚才所讲的那些, 中美双方的公司互相是渗透那麽多股份, 大家是在对方的体内运作而得益的, 你说军方去考虑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它的意愿是怎样呢?所以种种的情况加起来, 我觉得两岸的形势是会紧张, 所谓紧张,譬如大陆会不会包围台湾封锁, 你说美国又有国会议员, 又说新的众议议长又会去, 这些会不会一时的紧张呢?这个不排除, 但是你说真的兵庸相见, 以至全面快速攻打台湾等等, 总体的形势是相对慢了, 正因为这样,它才继续要保持我限制你台湾货, 我要有我那个影响力等等, 你才从这些表现出来,是吧? 所以用这个反正法,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去了解真相是怎样了。 好了,从大家分析了这些情况之后, 大家以观后效了。 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